嗨,欢迎回到欧家生活,我是诺 今天呢是想要用我过去的教学经验整理整理 介绍三种适合让儿童自学、共学或者亲子共读的英文教材 给妈妈们在家里或者是老师们可以在班级里面使用 那第一种呢是要介绍这个系列Reading House 这个教材的使用背景故事是譬如说像杰克与仙豆 糖果屋等等的经典童话故事来做编辑 当小朋友已经知道了这些故事的中文版故事脉络 再去接触英文版会比较有熟悉度跟安全感 那故事里的歌谣简明轻快 这个教材的特色就是歌曲都非常的好听 那它跟一般的可爱俏皮的童谣比起来 多了一些层次,也多了一些成熟度 小朋友可以用自然歌唱的方式呢 把单字、文法、句型内化在脑海当中 那如果是刚开始接触英文不久的孩子 我会推荐从这一套开始 Goldilocks and the Three Bears 金锁姑娘跟三只小熊 这一套里面的主题是家庭 有家具、食物 从里面可以学到不同的形容词 像是颜色、大小、味道 salty、sweet、heart、soft等等的形容词 而在杰克与仙豆这一本里面 譬如说其中一个歌曲是 Jack wake up, 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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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 out the window 自然的小朋友从歌唱当中就可以学到 wake up跟look out两个片语 那建议在使用这套教材的时候 也买一个CD player吧 这可以减少其他资讯的干扰 也可以播放给孩子听当成睡前的故事 那另外语言的学习很强调的就是 repetition重复 譬如说在这一本国王的心意的教材里面 他就用了歌唱的一个重复句形式 I must be a fool I'm not fit to be the footman 我一定是傻子 我不配得当这个邪夫 那接下来呢 他又继续的重复 I must be a fool I'm not fit to be the prime minister 就是不同的角色呢 都去看了这个国王心意的制造过程 他们都觉得 我一定是傻子 我一定不配当我心里面的角色 当不同的阶层都去看 然后都去这样唱的时候 很自然的 小朋友就把这个重复的句子结构 学下来了 接下来连女王陛下都去看了 他唱说 I must be a fool I'm not fit to be the empress 连女王陛下看完了 这个国王的心意的制造过程 心里都很悲伤的想说 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一定是傻子 我不配当女王 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笑的回忆 是以前有一个家教学生 他是个小学女生 我们常上课的时候 他的哥哥都会来闹他 他有一次在被闹完的时候 竟然就这样子 悠悠地唱出来 里面的歌 他唱说 哥哥啊 he must be a fool he must be a fool he's not fit to be my brother she can apply this sentence pattern to real life 这个小女生可以把里面的情境 用在她日常的生活当中 那我们来听听看其中一首歌 这个教材里面呢 他连取名字都取得很有创意 这两个冒充的裁缝师 他们的名字叫 tricky and crafty 很一语双关吧 然后每一个部分都是我刚讲的 repetition 重复的来把这个句子的架构 一遍又一遍的磕在孩子的脑纹里面 增加记忆点 那第二种呢 我要介绍的是 这个系列 它是 morning jumpstarts的reading阅读系列 它有一到六册 这个教材呢 是我会 给学生在复习课的时候 来做 加强用 或者是 给我的家教供学的孩子们来用 你可以看学生的程度 孩子的程度来斟酌 你要使用哪一侧 那譬如说在这个第二侧里面 它的内容设计是这样的 第一个部分是 word of the day 这个时候就可以跟孩子解释一下 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跟我们要怎么使用在生活当中 你可以造一个句子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fun phonics 孩子们要有一些听力的练习 就可以用听觉写出正确的 不管是自首 自中 或者自尾的发音 beginning sound middle sound or ending sound 那接下来呢 是 handwriting helper 这个部分是手写练习 比如说这一整个大题都是跟people 跟人有关的字 像boy girl man woman 那么再接下来就是 ready set read 这就是一个短篇的阅读 去建立孩子的阅读能力 那这个阅读也会根据 每一侧的不同来增加它的长度 跟增加它的复杂度 那接下来这个就是sentence manner 这个部分很有趣哦 它是一个找错误的测验 它给了你一个不完美的句子 然后要孩子去找出错误的地方 写出正确的句子来 这个是测试孩子对于句子的结构性的了解程度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brain teaser 这个地方很好玩 有的时候是打乱的字样 然后请孩子去排出正确的顺序 有一点像是脑筋急转弯 可以激活孩子的头脑 来玩玩看这些文字的游戏 这个教材呢 我教学下来觉得它是一个综合了 可以提升听说读写能力的教材 那它要怎么使用呢 妈妈们或老师们可以买下一套 或者是你需要的级数 然后一次就是给 一个正反面或是两个正反面 它也不适合一次做太多一页 就短短的就好了 那最后的 老妈在录影啊 那最后的系列呢 我就想介绍这个 Who was 系列的 它很像人物的自传啊 然后人物的介绍 里面是长这样 我也很喜欢它的插图 它譬如说这个是总统系列的 这个是知名的人物系列 作家系列 发明家系列 我非常的喜欢 因为孩子可以借着阅读他们的故事 去了解这个人的生平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它的年代表 这应该是在敦煌成品 这几年都开始卖了 那我最早的时候是在网路上面买的 这一套尤其是在 我在班上如果发现了比较喜欢阅读的孩子 我就会在学期末送给他一本他会有兴趣的主题 让孩子可以在家里面阅读 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那这个video不是要让你觉得学的不够 是说一些不同的选择可以增加学语文的多样性 根据孩子的个性不同来挑选适合他的教材 那就像我之前说的 把学习语言当成一个马拉松 我们不求让孩子赢在起点 而是享受整个学习的过程 而且去配速完成每一个阶段的学习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来说有帮助的话 请按赞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觉得有需要的妈妈们或者朋友们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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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吗? 妈妈在录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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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